各位大家好 很高興何博士今天來跟各位分享 就是現在非常夯的半折直樹第二季 相隔七年他們出了第二季 大家都非常期待 而且會發覺他們裡面用的單字 用的日文 用的句子 真的很多在課本裡面都很難找到 尤其他們使用的單字真的很難 所以對我們來說 它反而是非常非常生活化的日語 所以何博士這次就來跟各位分享 我們用這120句 何博士精挑細選裡面的120句 跟大家來做分享 你會發覺 雖然這些單字雖然有點難 可是對我們來講 因為非常生活化 所以對你來講 不管是初級 中級 高級 對你來說現在就可以背 沒有單字沒有分初中高級 背起來就是你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那如果你要下載這個PDF檔案 何博士已經把它放在網站當中 Hobi.tw這個何博士分享資料庫當中 再麻煩你上去下載一下 那再麻煩各位加入我們的Telegram 何博士幾乎每天都會在上面 跟各位來分享訊息 而且Telegram不管你什麼時候加入 它都可以看到之前何博士發的訊息 所以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軟體 甚至還可以錄音 直接手機錄音 來跟大家分享 再麻煩各位加入一下 好 那我們看一下 伴者指數的第一句 當然各位 這第一句在我們之前就很有名 這句是大家都耳熟能詳的第一句 叫做 やられたら やり返す 倍返した 倍返した 如果對方對我不忍 我就會對對方不易 而且我要加倍奉還 倍返し 所以 やられたら やられる 各位 但是比較講熟悉一點的用字 所以他用這個字表示 如果我被人家搞 我也要把它弄回去 所以 やられたら やられたら やり返す 把它做回去 やられたら やり返す 倍返した 或者加倍奉還 那各位 やる 這個字真的很好用 比如說 あの人は やりにくい 什麼叫 やりにくい 跟他 這個人很難搞 叫做 やりにくい 所以跟他要做什麼都很難做 都很難做 所以叫做 あの人は やりにくい 所以 やる 這個字非常非常好用 就表示 那個人非常難相處 やりにくい 第二句 各位 這一次 這一次的第二季 他又出現了這一句 他說 當然這不是伴者直樹說的 這是大和田商講的 他講的這句 施されたら 施し返す 恩返しです 各位 他說什麼意思 施す 是被施捨 施し 開始 被施捨的話 就施捨回去 恩返しです 報恩 我們說 受人點滴 用權以報 施されたら 施し返す 恩返しです 恩返しです 據他們這個演員說 他們很多台詞都是アドリブ 各位 把這個字記起來 アドリブ アドリブ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在劇本 在腳本 在台詞裡面沒有的 當場臨時想到的台詞 叫アドリブ 所以 他們很多 像這個 やれたら やり返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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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バイ返した 這個 據說好像也是アドリブ 那這一句 據說 也是アドリブ 臉時想到的台詞 叫做アドリブ はい 然後 各位 ドゲーザ 下跪 雙腳下跪 那各位 下跪這個東西呢 對日本人來說 跟對我們來講 其實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意義 日本人隨便都可以跪 對不對 但是 ドゲーザ 那是指的是雙腳 雙手 都要爬下去 叫 ドゲーザ 可是 一般的跪呢 這個對他們來講 是沒有什麼 比如說 你去那一般的這個 所謂的旅館 民宿 有時候 老闆娘看到客人來 他也就直接跪下去 因為對他們來講 這個跪這個動作 它的意義其實跟我們的想法是不一樣的 像 我們常常會講什麼 天地君親師才會跪 但是 對日本人來說 這個跪 跪這個動作本身 它的意義好像跟我們不是那麼一樣 所以 ドゲーザ 雙腳 雙手 而且頭還要跪下去 叫 ドゲーザ 好 再來 我看一下 第四個 ナニモカモがブチコワシ 各位 把這個記起來 ブチコワシ 是一個名詞 ブチコワシ 把它弄得脆口口 弄得什麼都壞掉 叫 ブチコワシ ナニモカモ 叫做全部 不論是什麼東西 全部都壞掉了 全部都壞掉了 ナニモカモがブチコワシ ダ 把記起來 ブチコワシ 但是 這裡是當成名詞用 ブチコワシ ダ 好 第五句 あの姿が今も目に焼きついている 各位 烙印在我的眼裡面 叫做目に焼きついている 把記起來 あの姿が今も 那個景象 它的樣子 到現在都還深深的刻在 深深的烙印在我的眼裡 把它記起來 目に焼きついている 所以你可以跟你的日本朋友說 哎呀 我第一次見到你的那個景象 你的あなたの姿が今も目に焼きついている 你的女朋友 男朋友也是 你可以講這句 目に焼きついている 這句話很好用 好 來 我們到第六句 ソシキに立てつく 什麼意思呢 這個立てつく就是 跟這個組織跟公司對著幹 就是跟他作對的意思 立てつく 就是你的盾牌是對著你的 盾牌是對著你的組織的 好 所以叫做立てつく 把它記起來 ソシキに立てつく 這個呢 在半指指數裡面 也會常常用 尤其在日劇呢 只要是演到公司啦 部門的 這個單字 這個句子 就會常常出現 再來第七個 カタミチキップのシマナガシ 超好用 カタミチキップ 什麼意思 單乘票 就是不會再回來的 カタミチキップのシマナガシ 就流放到外島 就是把你從總公司放到很遠的地方 你不用再回來了 カタミチキップのシマナガシ パチシャオ セントラル証券 這是他們公司名稱 所以也會在半指指數 第二季裡面 也會一直出現 中央證券公司 セントラル証券 另外這個公司 也是一直出現 電脑雜技集団 電脑雜技集團 當然 他會怎麼樣 簡稱電脑 電脑 在第十個 企業を買収する 買收 我們說合併 收購 企業を買収する 收購 收購 買収する 再電子マネーサービス 電子マネー 我們說電子錢包 電子錢 電子マネーサービス 五百億 千五百億 再第十三個 それが私のモットーです 各位 座佑民 私のモットーです 也在這次一直出現 モットーです 看一下第十四句 かつて 東京中央銀行のバンカー 以前 就是かつて 以前 以前 是東京中央銀行的銀行員 バンカー 你如果講銀行員 銀行員 就感覺好像沒有那麼爽 バンカー バンカー 感覺好像很爽的樣子 バンカー 第十五個 シュッコー シュッコー 各位 什麼叫シュッコー 本來是在這個公司 可是你被外派到另外一個公司 比如說 東京中央銀行 他可能有很多集團 他有電機公司 紡織公司 什麼公司 但是 你入這個公司的時候 你是在東京中央銀行 但是 因為你表現不佳 你就被外派到外面 在日本 他們常常會 把表現不佳的人 外派到外面 通常 因為你去應徵的時候 你是要當銀行員 結果叫你去電機公司 當裡面的會計 你當然就感覺沒有那麼好 所以 對他們來講 這個シュッコー 就是表示外派 但是 這個感覺好像不是那麼好 在第16個 いまだかつてない 大型買収案件 各位把這個字記起來 いまだかつてない 叫前所未有的 いまだかつてない 這個かつて就是之前 到目前 以前都沒有的意思 所以到前所未有 大型的收購案件 另外 ベンチャー企業 新興企業 新興企業 通常這個是中小型的新興企業 ベンチャー企業 台灣有很多 中小型的新興企業 ベンチャー企業 好再來喔 仲間割れしてたもとを分かつ 各位 仲間割れ 什麼意思 就是內部分找 仲間割れ 仲間指的是 群組或是團體 就是你們的朋友 結果你們的朋友 破掉了 斷掉了 破掉了 たもとを分かつ 又把它記起來 這叫絕交 絕交 たもとを分かつ 這是我們的慣用句 たもとを分かつ 在戲劇裡面 慣用句也常常出現 非常非常常出現 所以要把慣用句把它學好 你就可以真的聽得懂 たもとを分かつ 第四九 成功報酬 當然就是成功的報酬 這個案件談成之後 就可以達得到 另外一筆的獎金 成功報酬 在営業収益目標 營業收益目標 你會發覺 越困難 對我們來講 就越簡單 因為越困難 表示它的漢字越多 所以 営業収益目標 對我們來講 很簡單 看漢字 我念也沒關係 但是你看得懂 斷場的心態 斷場的心態 斷場の思い出 什麼意思 就是極不願意 雖然這樣子來做 但是 私は斷場の思い出 やりました 對我來講 我是極不願意 斷場之痛 所以 這就在講 銀行行長 總裁 斷場の思い出 第二十二句 とにかく早くしろ advisor advisor 建議者 顧問 都可以 advisor 我們看一下第二四個 銀行未開設 喊著 各位 這個未開設 這個是命令句 意思 在這裡是表示一種期待 那你看 這個是你的對象 未開設 就是 看回去 就讓以前看不起你的人 看不起你的人 讓他對你寡目相看的意思 所以 銀行未開設 你要做好 讓他們對你寡目相看 好 在マンネニツ 這個鋼筆 這個小和 看著 他也想去買鋼筆 所以 マンネニツ 可以用一萬年 マンネニツ 在 お前の手柄 各位 手柄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功勞的意思 全部都是你的功勞 功勞工姬的意思 功勞工姬 手柄 在二十七 同期 同期 比如說 不管是進公司也好 在學校也好 跟你同時進去那些人 跟你同一屆人 就叫做同期 同期 在 株主 我們說的 古董 株主 株主 各位 頭取 就是銀行的總裁 他們叫很特別的一個名字叫 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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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裁 您心裡內心裡面的痛 お察しします お察しします 我能夠提察 我能夠了解 我能夠了解 頭取 頭取 のごしんす お察しします 第三 わたしにできることなら なんなりと わ 把他記下來 只要是我能夠做的事情 您儘管吩咐 なんなりと なんなり 是任何東西 なり 就是全部 不管變成什麼東西 我全部都接受的意思 わたしにできることなら なんなりと お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 只要是我各位的事情 你儘管吩咐 なんなりと 把他記下來 這句話很好用 三次議題 トウドリ 我們剛剛說 トウドリ 是銀行的總裁 行長 但是在飯店很特別 飯店叫做 シハイニン 他們有個特別的講法 你去看飯店的網頁 他會寫 シハイニン 就是這個飯店裡面 最大的那個叫做 シハイニン 銀行最大的那個叫 トウドリ 這已經固定的講法 固定的講法 第三次議題 なんだ このスキームは 好 スキーム就是這個方案 スキーム 這個企劃案 方案 スキーム 再三十三題 うちへの信頼はガタオチになるぞ なるぞ 各位 ガタオチ 什麼 叫做掉到地上 完全 墜毀 對於我們的信頼 うちへの信頼はガタオチになるぞ 全部 就會 變成 掉在地上 沒有人會相信我們 所以 這個呢 我們就講到呢 一首歌呢 叫做媽媽しガチ 最後一句呢 如果有人知道呢 我有女兒的話 那我這個單歌星的名聲呢 名聲飄飄 水落地 我的名聲呢 就會飄到地上去 就沒有人要理我 因為 演藝人員總是呢 沒有結婚 沒有男女朋友 這個感覺好像會 比較受歡迎 對不對 所以呢 名聲飄飄水落地 就是ガタオチになるぞ ガタオチになるぞ 把他記起來 第三是 どうせ銀行で 銀行で うたつが上がらなくて うちへ来たんだろ 好 它是什麼意思呢 どうせ反正 銀行で 在銀行裡面呢 うたつが上がらなくて うたつが上がらない 抬不起頭 所以呢 才會うちきたんだろ 好 所以うちへ 這個A呢 被省略沒有講出來 所以 反正呢 你們一定是在銀行呢 沒有辦法 抬起頭 在銀行沒有發展 所以呢 才會到我們證券公司來 どうせ銀行でうたつが上がらなくて うちへ来たんだろ 這樣 在岡社長の足を引っ張るもの 各位 足を引っ張る 什麼意思呢 就是呢 扯後腿 所以這個呢 都是銀行句 うたつが上がらない 足を引っ張る 這個都是銀行句 好 好 36 ちほにとばされる 被呢 怎麼樣 被標到 被飛到 被飛到 地方 我們說呢 就是會冰到地方去的意思 ちほにとばされる 被他飛過去的意思 就是呢 被人家外拍到地方 不是在這個 所謂的熱鬧的城市 ちほにとばされる はい 37 どうせ一度追い出されたみだよ 好 什麼意思呢 追い出された 被趕出來的身 反正呢 我這個 我目前的身分呢 就已經被趕出來一次了 どうせ一度追い出されたみだよ 38 未来への先行投資 先行投資 先行投資 就是呢 我們說呢 對未來 這個可能會漲的股票 什麼呢 我們先做投資 先行投資 好 証券部の業績が 一気に跳ね上がる 好 這個呢 我們證券部的業績呢 就會馬上 往上大彈跳的意思 跳ね上がる 跳ね上がる はい 再試試 お連れ様がお見えになりました 各位 您的朋友 お連れ様がお見えになりました 已經來到我們這邊 所以 比如說呢 他去吃飯對不對 然後呢 去這個料亭裡面吃飯 結果呢 有他的朋友呢 比較慢來 他就這個 料亭的工作人員 就講這句 お連れ様がお見えになりました 您的朋友已經來了 41 お忙しい中 を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在您百忙之中 真的非常抱歉 お忙しい中 を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是 役員会議で 另有投資必要があります 好 在這個呢 董事會叫做役員会議で 另有投資 通過呢 這個議案 另有投資 必要があります 有要經過這個議案的必要 必須要經過董事會的認可認證的意思 好 43 題 上司を裏切れば 帰り討ちにあいます 上司を裏切れば 如果你被判喪失的話呢 帰り討ち就會遭到報復 帰り討ちにあいます 你會遭到報復 帰り討ち 反過來刺你 反過來討徵討你的意思 帰り討ちにあいます 四四 人を刺す時は準備は念入りに 你要刺殺別人的時候呢 你的準備要念入り 什麼意思呢 要好好的準備 認真的準備 細心的準備 しとめるのは一瞬で 你要殺對方 各位這個しとめる 就是殺的意思 しとめるのは一瞬で 你要殺別人 一瞬間就把他殺死 但是呢 你要準備呢 就準備得非常的仔細 要殺的時候呢 要殺得非常的迅速 準備非常久 殺的時候呢 要殺得非常迅速 再四四五題 今更どうするんですか 事到如今 你要怎麼辦呢 今更どうするんですか 四四六 人事事事量 這個字是什麼 人事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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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七 あいつの親父さんの工房が 潰れ よ逃げよ あいつの親父さんの工房が 工作坊 潰れ 就是倒掉了 よ逃げよした 的意思 這個にした呢 就沒有講出來 因為不用講也知道 所以叫よ逃げよ 所以你看到後面呢 最後面是隔注時結尾 後面沒有講出來 就表示呢 不用講也知道 所以把它省略掉了 好 あいつの親父さんの工房が 潰れ よ逃げよした 好 這個耶 這個よ逃げ是名字呢 就是呢 招了 我們說呢 跑路 就是呢 欠款啊怎麼樣呢 半夜逃跑 よ逃げよ 那潰れる 就是倒掉了 倒掉了 再來 之後呢 音信全無 音信全無 好 四十九 超絕な苦労をしてきたよです 好 よです 是好像對不對 那超絕な苦労 過得非常非常辛苦 超絕な苦労をしてきたよです 好 聽說看樣子呢 他過得非常非常辛苦 第五十 プログラミングも独自で勉強して 他這個所謂的電腦程式呢 也是獨自獨自自己學 自學 プログラミングも独自で勉強して 好 五十一 スパイラルという開銷 立ち上げました 他呢 立ち上げました 就是創意的一個 スパイラル 這個公司 スパイラル 這個單字呢 一定要把它記起來 一直出現 スパイラルという開銷 立ち上げました 五十二 非常非常重要 お引き取りよ 請回 您請回 請回去吧 請您回去吧 您請先走吧 請先走吧 請先走吧 お引き取りよ 我們這邊呢 話已經講完了 你可以回去了 お引き取りよ 好 在喔 いつどのような形で ダシンなさったんですか 各位這裡 なさった 就等於する 等於した 這是なさる 是比較尊敬的用法 何時用什麼樣的方式 ダシン 各位這個ダシン 是詢問的意思 詢問叫做ダシン 就是問他可不可以 日文叫做ダシン ダシン 好 第五四 電脳のメインバンク 各位 這個電脳就是那家公司 電腦雜記集團 的メインバンク 主要的往來銀行 叫メインバンク 在伴者指數裡面 一直出現這個單字 五十五題非常非常重要 コミミニハサンダ 什麼意思呢 聽到的小道消息 我有聽說 コミミニハサンダン ハサンダンガ 我有聽說 コミミニハサンダンガ 這樣子 把字寫 我有聽說 有人跟我咬耳朵 有聽說 在五十六 可愛そう 真是可憐 可愛そう 五十七 親外者の手を煩わせるようなことはできません 我不能做這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類似這樣般的事情 什麼事情呢 麻煩 這個母公司 麻煩他還要出手相救 親外者の手を煩わせるようなことはできません 煩わせる 手を煩わせる 麻煩他 五十八 叩き台となる買収案 各位這個叩き台 這個把它記起來 什麼意思呢 草案 叩き台となる買収案 收購案的草案 我們把它弄好了 叩き台となる買収案 第五十九 情報利益した 各位這個利益就是洩漏 利益した 六十 誰の仕業だ 到底是誰幹的好事 誰の仕業だ 誰の仕業だよ 仕業 六十一 銀行には逆らえない 沒有辦法违逆銀行には逆らえない 沒有辦法违逆銀行 沒有辦法跟銀行作對 銀行には逆らえない 六十二 日本経済の起爆剂 また記起來起爆劑 我們說 這個 我們做了這件事情之後 日本的經濟就會非常的大爆發 就會變成非常的好 就是起爆剂 六十三 一枚岩となって 取り組むべきではありませんか 各位 一枚岩這個意思 我們要通力合作 變成一個岩石 所以 一枚岩となって 取り組む 我們一起努力 我們一起 應該 べき是 應該 所以呢 我們應該要 我們不是應該要 變成一個岩石 就是我們要 同心協力的意思 一枚岩となって 取り組むべきで 好 就是 何か からくりがあるはずだ 好 這個はず呢 是應該 からくり 一定有什麼 騙人的地方 奇怪的地方 何か からくりがあるはずだ 一定有什麼鬼 我們中文叫 有什麼鬼 からくり 65 責任をお前に押しつける 各位 押しつける 要把責任都往你這邊推 押しつける 責任を押しつける 66 這句話也非常重要 ぬすとたけだけしとはこのことだ 所謂的這件事情 就是這樣 什麼意思呢 就是呢 偷東西的人 反而呢 態度非常的 惡劣 偷了東西 又惡劣 偷了東西 又好像一副自己很厲害 都沒有錯的感覺 就是這種事情 壞人 結果怎麼樣 反而自己覺得自己都沒有錯 ぬすとたけだけしとはこのことだ 這句話非常非常好用 做壞事情的人 自己不知道要悔改 態度又非常的惡劣 ぬすとたけだけしとはこのことだ 好 押しつける ぬすとたけだけし 67 この世界は結果が物を言います 物を言う 非常重要 講話有夠力 叫做物を言う 所以在這個世界呢 結果 結果才會講話 什麼意思 就是在這個世界呢 結果是好的就是好的 結果是不好的就是不好的 結果才能夠 講話才有利 所以其他都是假的 只有結果 所以做事情的結果 你拿成果給別人看 這樣人家才會信服你 其他都是假的 この世界は結果が物を言います 把自己寫 這個世界呢 結果呢 不管做什麼呢 你所得到的結果呢 才是真正有利 講話才有利 再 日間外取引 時間外的這個交易 日間外取引 他們的證券 可以在證券的時間之外呢 還可以做交易 但是呢 這個交易有限額 有限額 六十九 奇襲攻撃 先制攻撃 奇襲攻擊 先發智人 先制攻撃 再來喔 公開收購股票 株式公開買付 買付 公開收購股票 株式公開買付 來 パールハーバー 我們說的珍珠港 パールハーバー 再 ダマシウチ 什麼意思呢 就是呢 深東吉西 所以說這個 他要打你 但是他又騙你 ダマシウチ 深東吉西 ダマシウチ 第三 ソーシムケナノワイサヤマダロ 好 各位 シムケル 是讓他這樣做 シムケル 讓這些人這樣做的人 就是イ佐山這個人吧 イサヤマ 這個人呢 就是這一次呢 目前 這個前面三集 就是演壞人的 主角 所以呢 他的名字呢 一定要把他記起來 因為你每次都會出現他的名字 イサヤマ 七四 お会いできてこえです 可以看到您 可以跟您相見 真的是我的榮幸 お会いできてこえです 七四 これだけ上乗せ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這句話非常重要 這個呢 上乗せ 什麼意思呢 就是再加上去 那這個これだけ 是指的這麼多的意思 不是這麼少 這麼多 就讓我們再加上去 再加碼 上乗せ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比如說我們併購案 本來我們開690億 那我就再加 再加十拍 變成了760億 これだけ上乗せさせて 讓我們再加碼 就是這個數字 これだけ上乗せ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好 第七六非常非常重要 無理事はよくありませんよ 不要勉強別人 第七七 これは私たちなりのせいです 這是呢 我們的誠意 本來他寫760萬 他再繼續加碼 變成900億 760億 變成900億 これは私たちのなりのせいです 是我們所能夠表達出來的誠意 私たちなりのせいです 好 七十八 人を冷たくあしらうような男なのか 好 あしらう 對待 他是 他是這種男人嗎 他是這種 會怎麼樣 冷漠的對待別人的人嗎 好 人を冷たくあしらうような男なのか はい 是這樣的男人嗎 あしらうあしらう あしらう 再來 七十九 各位 這是在日本人 在罵人 電脳め 平山の野郎 閉め殺してやり 好 電脳め 各位 在人名 或是在公司名稱 後面有一個め 就是這小字 你這個電腦 剛才我們說的 電腦雜記集團 這個沒有 電腦雜記集團 你這家爛公司 電脳め 在罵人 左山の野郎 所以這個人 這個平山是一個人的名字 野郎 這個 すら しめ殺してやりたい 好 這個やりて 就等於やりたい 口語當中 太就變成て 我真的好想把你們 殺 殺 殺してやりたい しめ殺してやりたい 腳殺 しめ殺してやりたい 再來八十個 人質集の情報だ 各位這個 しじ しじ 從人事那邊的 相關人事 相關人事 叫しじ 好 所以你在看日文的報紙 常常會看到這個しじ 比如說 外交方面來的消息 內政來的消息 就這個字 人質集 從人事那邊來的消息 八十一 お久しぶりです 這個就是 好久不見 お久しぶりです 親友との再会 跟好朋友的再見面 親友との再会 跟好朋友的再見面 好 各位這個句型非常重要 八十三非常非常重要 動詞的原型 加上 ん 再加上じゃなかった 就是真不應該做這件事情 あうんじゃなかったんですよ あうんじゃなかったんですよ 真不應該跟他見面 あうんじゃなかったんですよ 真不應該把他吃下去 怎麼說 たべるんじゃなかったんですよ 真不應該把他吃下去 好 八十四 一国一城のあるじ 馬上就想要 哇 你在這裡當王 稱王 這個公司就是你的國家 你的城堡 你就在這邊稱王 一国一城のあるじ 這個主呢 念成あるじ あるじ 八十五句 這句話也常常用 對不對 どいつもこいつも金が絡むと 裏切るんだ 不管是誰 どいつもこいつも 馬上就想 這個他們常常這樣用 不管是誰 不管哪一個人 不管哪一個 或是這一個 意思就是不管誰 どいつもこいつも 金が絡むと 如果卡到前 每個人都會背叛 裏切るんだ 所以本來朋友好好的 可是一卡到前 就會背叛我 所以叫做金が絡むと 裏切るんだ 就會背叛別人 好 第八十六 ずいぶな言い草だな ずいぶな言い草だな 怎麼講的話 講得那麼難聽 ずいぶな言い草だな 就可以這樣講 ずいぶな言い草だな 再來 八十七 銀行から追い出された 落ちこぼれの人生 這是什麼樣的人生呢 被銀行趕出來的以後呢 被銀行趕出來之後呢 落ちこぼれ 就是顛破流離的人生 落ちこぼれの人生 把記錶 落ちこぼれの人生は嫌だ 不想過那種人生 落ちこぼれ 就是一輩子沒有出息 落ちこぼれ 八十八 クソ 各位 クソ後面有一個出音 這表示急速停頓 哪一個字急速停頓 這個ソ要急速停頓 クソ 這樣子 這樣罵人 去死啦 クソ 這樣子 漢字寫一個糞 再來 八十九 銀座ミストカ ゴーセナモンダ 他的上司說要去銀座這個地方繼續喝 他就說 哇 那麼高級的地方 ゴーセナモンダ 把它記起來 ゴーセナモンダ 你看這種語氣詞很好用 但是呢 課本幾乎都不會出現 這個真的要看日記有才有辦法看到 ゴーセナモンダ ちょっとご相談があって 這個馬記起來 遅くに すみません 遅くに 什麼意思 這麼晚了 半夜三經叫 遅くに すみません 馬記起來 遅くに 遅くに すみません ちょっとご相談があって 我有事情要跟你談一下 ご相談があって 好 絶対見つけてやる 我一定會找到 見つけて 提加上やる 就表示自己的堅決 而且要做給對方看 我結果找到給你看 絶対見つけてやる 在世界の果てまで追い落としてやる 到世界的盡頭為止 我都會不會放過你 追い落としてやる 我追上你之後 要把你拉下來 追い落としてやる 我都不會放過你 世界の果てまで 到世界的邊緣為止 世界の果て 常常用 九十三 半夜三はもうおしまいですよ 各位 おしまい 就是已經結束了 半夜三は已經完蛋了 半夜三はもうおしまいですよ 九十四 もうくぬかす しかくね 他們沒有什麼資格 沒有抱怨的資格 文句を抜かす しかくない 沒有抱怨的資格 第九十五 セントラルなんてご見ためみたいなもんですよ セントラル 所謂的中央證券 ゴミため 根本就是存放垃圾的地方 みたいなもんですよ みたいな 是好像 中央證券根本就是放垃圾 都在儲存垃圾的地方 爛的人都派去那邊 ゴミためみたいなもんですよ 九六 情報と引き換えに人事の交渉が と引き換えに 把他記載 用情報 用資訊跟你交換 然後做人事の交渉 我給你這個資訊 我給你這個情報 然後你就把我 把我派到哪一個 我想要去的單位 情報と引き換えに人事の交渉が 引き換え 聞きました はい 九十八 強く口止めされたんです 口止め 就是被人家 怎麼樣 就是叫我 不能再把這件事情講出去 所以被人家強迫我 成強地 要我閉嘴 不能把這件事情洩漏出去 口止めされたんです 這個是被動式 九十九 こんなところで一生くすぶる気が 好 這個気が是想要 你想要這樣嗎 好 こんなところで 在這種地方一生 這一輩子 都要在這裡 什麼樣 熏 熏 我們說泡在這邊嗎 就沒有出息的 泡在這邊 那這裡是什麼 我們日文說 在這邊熏 不會起火 就只能在那邊 就是起這個灰這樣 起煙這樣而已 它不會起火 所以你不會大發大吼 那只能在那邊熏 我們台語說 一生くすぶる気が 把記起來 你想要在這裡泡一輩子嗎 沒有出息一輩子嗎 くすぶる気が 好 一百 ものだ まだ言い逃れをするつもりか 好 するつもり是打算 言い逃れ 什麼意思 想要找藉口嗎 ものだ 這個豬田 你還想找藉口嗎 まだ 言い逃れをするつもりか 你還想要找藉口嗎 好 一百零一個 銀行は人も金も桁が違う 各位 桁が違う 什麼意思 完全不同 不同檔次 完全不同的 這個桁指 少一個零的意思 少一個零 多一個零 數位就不一樣 位別就不一樣 所以如果是銀行的話 不管是人或是錢 跟證券公司 完全差太多 桁が違う 把記起來 桁が違う 根本就完全不同檔次 一百零二 ふざけるなよ ものだ ふざけるな 你不要把我裝笨蛋 ふざけるなよ 這個な 是強烈禁止 這個よ 是告知 所以你不要把我裝笨笑 你還繼續講 ふざけるなよ ものだ 好 再一百零三 すべての人生をあずかってるんだ 各位這個あずかる 就叫做保管 我們保管著所有的人的人生 我們是證券也好 銀行也好 我們保管著的是 所有的人生 沒有錯 有論 就是把投資都放在這邊 所以我們保管著的是 所有人的人生 一定是銀行員としてのプライドはないのか 各位這個プライド是什麼意思呢 自尊心 你沒有身為銀行員的自尊心了嗎 銀行員としてのプライドはないのか 一粒 でたらめばかり並び上がって でたらめ 這什麼意思 就是你捏造的那種糊亂的東西 你剛剛講的全部都是亂講 でたらめばかり 只有 只有呢 ならべ 就是你擺出來的都是亂講的東西 やがって 這次表示生氣不高興的意思 ならべやがって 你剛剛講的那些全部都是捏造的 都是亂講的 でたらめばかりならべやがって 好 在106 知らないとは言わせません 我不會讓你說你不知道 你怎麼可能說你不知道呢 我不會讓你說你不知道 我們翻成中文就說 你不要跟我說你不知道 ok 知らないとは言わせません 我不會讓你說你不知道 好 おい ブローパー ヒトギギギの悪いこと いってんじゃねーよ 好 各位這個ブローパー 則是名字呢 就是信任 這個進去這個公司裡面的信任 ブローパー ヒトギギギの悪いこと ヒトギギギの悪いこと ヒトギギギの悪い 就是很難聽 你剛剛你這個聽起來很難聽的事情 いってんじゃねーよ いってんじゃねーよ 不要亂講話 いってんじゃないよ 的意思 你不要在那邊亂講話 你講那麼難聽的話 ヒトギギギの悪いこと いってんじゃねーよ 不要講那麼難聽的話 好 再來 108 ミキがどうよとしたことじゃねーよ 好 不管三目怎麼講 ミキがどうよと 不管他怎麼講 不管他想要怎麼講 知ったことじゃねーよ 把記下 知ったことじゃ 什麼意思 我都不知道 不管他剛剛說什麼 不管他跟你們講了什麼 我都不知道 ミキがどうよとしたことじゃねーよ 知ったことじゃないんだ 的意思 這個ね是什麼 這個比較粗俗的講法 那其實是ない的意思 所以 知ったことじゃねーよ 不管他剛剛講什麼 都跟我無關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好 再來 キミたちが勝手にでちあげた 你們剛剛自己 でちあげた 自己隨便 勝手に叫做隨便 でちあげた 另外叫做捏造 都是你們自己捏造的 都是你們自己捏造的 でちあげる でちあげる 再110個 しりぬぐいをしてやったんだ 這個てやった 就是幫別人做某事 我幫你們擦屁股ね しりぬぐいをしてやったんだ しりぬぐい まじしよう しりぬぐい 擦屁股 第111個 ご印に顧客をうばいとった 這個什麼 搶行 這個印式怎麼樣呢 顧客をうばいとった うばいとって 搶過來 靜深深的把客人搶過來 顧客をうばいとった 112個 われわれこがいしゃに何のことわりもなく 各位 何のことわりもなく 就是完全沒有智慧 一聲 何のことわりもなく 這裡的斷 你不要看到斷 就是想說什麼斷不斷 不是喔 是完全沒有智慧的意思 われわれこがいしゃに何のことわりもなく いざの すじをまったく通していない 什麼意思呢 完全不合情理 すじを通し 就是合情理 完全不合情理 すじをまったく通していない 再 意識 まるでヤクザの手口だ 好 這個手口是作法 這個ヤクザ是流氓 你根本就流氓的作法 まるでヤクザの手口だ いっぱい意思が 腰の重い銀行 各位 腰の重い 什麼意思呢 腰が重い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動作很慢 很難把腰拉起來 坐著就不動 腰の重い銀行 動詞 動詞遲緩的 腰の重い 意識 自分の身を大事に考えなさい 你要先考慮到你自己喔 自分の身を大事に考えなさい 一 会社の都合を顧客に押し付けるな 好 這個那是表示 絕對不要這樣做喔 不要把自己的情況 好 對自己好的呢 強壓在客人身上 会社の都合 不要把公司的情況呢 強壓在客人身上 比如說什麼 欸 我們進了一批貨 對不對 剩下三台 這三台賣不出去 那硬要賣給客人 也不跟客人說有新的東西 硬要賣舊的給他 這個情況就是呢 会社の都合を顧客に押し付けるな 不要把他壓在 強壓在客人身上喔 一般 どんなに行きがろうが 好 不管你怎麼說 不管你講得多好聽 意気がる 不管你講得多好聽 どんなに行きがろうが はい 以上 先生に言いつける 小学生のようだ 就好像是要去跟老師打報告的小學生一樣 先生に言いつける 小学生のようだ 一般二十個 役員会議 董事会 役員会議 好 那我們這次呢 第一集呢 就跟各位分享 我們之後呢 每一集呢 都會有這個 何博士精選句子 來跟大家做分享 讓大家看這個 這個辦者指數的時候呢 就會更了解 而且你會知道 他的這些單字 會一直出現 一直重複出現 所以呢 對你來講 你先把第一集呢 的單字 這個句子先學起來 以後對你一定會很有幫助 那我們今天呢 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囉 拜拜